国语有生善书 武庙明正堂善书 大道续权 主著者为吴及皇母大天尊 本堂主席关恩师登台 圣士 宫兼母娘一驾 命本堂扶神十里外 命本堂成皇五里外迎亚 其余神人及本院众修士排班后驾 玉林君主帅岳武穆王将 诗曰 铁骑三千户驾来 威夷四镇六滔开 封藏尺建君曾事 莫犯及礼赏赐该 圣士 吴奉旨召随护一驾 在将南天直辖武庙明正堂 虽被有玉林君三千 然而大命惶惶无则非清 是以颁布禁令 赏律 以七三槽共建 勿犯禁令 一天母至尊无极老母 自丁亥年立月初九日起 一驾将临南天直辖武庙明正堂 将笔著作大道续权 无极天书一部 方圆一百里内之众 神奇如闻玉林君号角生 应列班公皆与公送一驾 至事输注完为止 不得有违 违者严罚 二天母至尊无极老母降驾日时 方圆一百里内 邪神魔鬼不得进入 触犯词言 亦不得惊扰扬民 违者势长无斩妖剑 三天母至尊无极老母降驾日时 方圆一百里内 冤魂不得报冤 应化干戈为玉伯 如经地方神奇查究 违者打落阿比地狱 永不超生 四天母至尊无极老母降驾日时 方圆一百里内 羊民不得聚重滋事 违者削减其羊寿 五天母至尊无极老母降驾日时 方圆一百里内 病魔不得羊民 彼使患病者精神得以爽朗 共募老母慈徽 违者难逃降魔处下 赏律 一天母至尊无极老母降驾日时 凡有犯过错之世人 能忠诚悔改 自心做仁者老母准于抹其前过 并赐予善报 二天母至尊无极老母降驾日时 特包扬 国之忠臣 家之孝子 增添其福禄受算 三天母至尊无极老母降驾日时 特准勤修天道 者早日得到 灵性光明 四天母至尊无极老母降驾日时 凡有孝心立愿印证大道续权无极天书 造公寇求其已故父母或其祖先知名福者 一律准与超生 渐入无极正道院前修 五天母至尊无极老母降驾日时 凡世人立愿印证大道续权无极天书 造公立得寇求其父母康寿者 或寇求改运宵夜 解除病殃者 使其疏成卓语天福寿 解除夜殃 六 凡有寇求者 应向南天直辖武庙明正唐历书坟成转柄 以上宣布天下周知幼士 恭迎老母亲临 神人俯福不得有为 天母至尊无极老母降 义是诸贤清及诸儿女免礼 赐作 诗曰 左以松窗日见明 遥连九六路难行 雪山海盼扶鸾脸 蓄演真权与众生 幼士 应运铸造大道续权 今日为娘亲临作序 自序 道乃行而上 不可以言语道尽 须由生活契入而体悟之 所谓上是学道体之于身 中是学道所知于言 下是学道求之于术 学者多而成者少 良由道在耳而求朱元也 承栽誓言 修道即生活 即改善生活品质 倘若一味追求方数 生活则一颠倒妄想 失去修道基本精神 大道续权搬注 只欲以浅白文字 引领诸儿女契入道之最终归宿 由道之变化解脱肉体枷锁 在数十寒暑中 透过环境之不安 人心之浮动 邪说之一起 断迷而生信 转世而成志 倘若沉沦外祸 见旅方数 则已远离正道 远离正道 即与生活脱节 离群而化地自现也 修道之未教 教者即是将道家以修持 诸儿女既受弃柄所居 难免受物欲所弊 因此非生而知之 是已故 应由学而知之去入大道 此乃本书之一知之也 身盼诸儿女莫因 本书流于说理而凡枯燥 躺能字字咀绝 偏偏言为 时日见久 必然如尹家明 回甘生今 本书之将士 乃为墨仙子奉旨铸造天道奥义 道心密藏之后 由其子圣化彼旭传慧命 客绍基求 而为娘分忧解劳 传部大道福音 以承修道学真之圣义庙地 启迪众灵儿尽道学修之契机 是以著书之初 聊述述与诗为序 天母至尊 无极老母序 于无极正道 愿武庙明正堂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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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